你喜歡吃草莓大福嗎? 我家小孩說要吃 所以我把它變出來了 其實還蠻簡單的 一起來看看怎麼做吧 首先準備 糯米粉150克 玉米粉25克 糖粉25克 玄米油25克 水180克 把它們攪拌在一起 拌到提起來有紋路又很快消失的狀態就可以了 接著就是上鍋蒸20分鐘 我用的是大鍋子中小火 底部墊高放一杯半的水 你也可以用大銅電鍋蒸 有的人說要從保鮮膜扎孔再蒸 以免水氣滴進去 我是沒有風啦 趁這個時間準備一些糯米粉攤平放進烤箱 150度烤8分鐘 等一下要當熟粉用 如果你沒有烤箱的話 可以用平底鍋小火把它炒到微微發黃就可以了 蒸熟就是看中間有凝固 沒有白色粉狀就是熟了 如果不熟就再多蒸幾分鐘 草莓拔掉葉子以後用廚房紙巾擦乾 草莓我沒有用切的只有白葉子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出水 紅豆餡你可以自己煮 我是懶得煮了 買煮好的紅豆粒加紅豆泥 再壓成紅豆泥 這樣會有兩種口感 先分成25克一顆的紅豆泥 當然每一顆草莓大小不同 如果25克包不住的話 你就再自行添加一點囉 草莓記得買中大型的草莓包起來才會漂亮 麻薯蒸好以後記得戴手套 水揉5-10分鐘揉到光滑 有揉過麻薯才會又Q又好吃喔 戴手套會讓你不沾黏手更好操作 一顆包50克的麻薯 你也可以依自己喜歡的厚度增減 只要能包起來就好了 還沒有用到的麻薯記得用保鮮膜蓋好 以免表面乾掉變硬喔 草莓尖尖向下包 最後底部再抹一點熟粉 以免沾黏 沒包完的麻薯就拿來沾花生粉吃 一樣很美味快去做吧 我想做的話 艾特那個愛你的人給你買 愛買小廚房 我們下個影片見